为期六天 2018年台中国际动画影展 顺利画下句点 有编译网今年参赛作品创新高 邀请国内外30多位动画人 齐聚一堂 无论得奖者或是颁奖人 有志一同难忘台中这座友善城市 有9000人次的观赏 所以真的很开心 那我们的竞赛作品 像今年来自92个国家 有2006个作品的参赛之高 我想也是让大家看见 台中这个国际城市 在动画影展上 动画的推动上面 其实具有在国际级的一个地位 作为全台第一座动画城市 TIAF积极培养动画人才 并不是得颁奖典礼 特别设置提案奖 作品尚未完成前 透过提案获得益助奖金 内动台湾新世代动画创作人的新浪潮 短片提案竞赛首奖 得奖白线 曾经以红斑点拿下台湾国际学生 创意设计大赛金奖的黄瑞峰 还有制片吴志正提出的新计划白线 获得提案奖金20万元 日后若也得奖 也将透过台中国际动画影展 大平台呈现国际眼前 此次得奖者作品多以短片为主 全片长度不超过10分钟 内容涵盖多元 有的清楚描述亲情 有的透过肢体语言讲故事 这些短片大多没有旁白 观众得看完才能意会 短片的形式其实在创作上 它在叙事特别是讲故事的部分 比较不会受到我们所谓长片那种 起承转合啊 或是说那种合理性的问题的这种束缚 所以它的自由度更高 明年的部分是开始会用音乐为主题 来做所谓的这个策展主题 台中市长林佳翁 积极打造台中成为动画城市 第一步创作者间交流可没少 除了与法国风德府合作外 国内外参赛者六日以来的双向交流 从得奖者敢言中得知 台中这个城市已经打出好名声 万雄红诗诚蔡介林 台中报道 福州